两岸之间的军事的每一次的冲突呢 事实上台湾背后的老大哥都是老美跟美军 但是台湾内部呢 从当年的这个蒋氏王朝的国民党政权 那个时候维持的是相对亲美的战略 已经直接转成这个亲中胜或亲共的战略 国民党的战略的调整也影响了台湾的内部 其实国民党其实是非常反共的 而且呢不要说亲中脱中入美 以前完完全全他就是亲美 跟中是完全没有关系的 老死不想往来的 1949年国民党这个撤退到台湾来嘛 所以这个10月25号就是发生了这个金门战役 国民党这个打了胜仗 但是呢隔了没几个月 1950年3月海南岛又被中共拿回去了 所以当时国民党其实是非常非常紧张的 后来呢谁救了台湾 谁救了国民党谁救了中华民国呢 就是金正恩金小胖的祖父金日成 他发动韩战这个大家都很清楚了 但是呢国民党其实对这个共产党的这种 反共的态度不只反映在他的外交 也反映在对内 比如说呢当时1950年代我去查以前的资料 当时一般的舆论媒体称呼中共怎么称 称中共只有在对外外国记者 外国媒体称共产中国 中共对内称什么 现在很多观众朋友说称共匪不是 当时连共这个字都不能带出来 就算是后面加个匪 共匪都不行 当时都说你这样虽然是共匪 还是个共 这个呢老百姓可能还是觉得说 共是什么东西 有可能去了解说共产党的思维啊想法这些 卫匪宣传 对所以呢只能称什么呢 土匪 土匪 兼匪 兼匪 这个是完全 东武贵现在都称土共 对连共字都不能带出来 我查过一个文件 查过一个文件就是 国军那时候有政治教育 然后有一个基层的干部 在政治教育里面说 这个批评共产党说 共产党杀人放火 结果呢蒋中正直接批说 这个像这个共匪 根本不能称之为一个什么政党 他完全就是一个打家结设的叛乱组织 所以共产党这个说法 也不能用 讲这个话的人 要认真查处 我看过这样的文件 所以呢当时对这个反共的态度 是非常非常的彻底 甚至到了一个歇斯底里的地步 因为这个每次谈判 国民党几乎都输 比如说1949年最后 这个国民党派了一个代表团 到北京去跟中共谈和平协议 这个后来在历史上被称为最后和平协议 这个谈这个最后和平协议的时候 这个代表团的这个领导人是张志忠 张志忠呢就跟这个毛泽东 毛泽东不见他 周恩来见他 他就说这个大家都是蒋先生的学生 以前国共也合作 可不可以放宽一步 那个放宽一步呢 周恩来就笑笑说 这个张先生我知道说这个您也是党国元老的 这个您知道你们现在有多少兵力吗 这个张志忠说不晓得 大概200万 周恩来呢拿出一张地图摊开 他说你们现在只剩136万 挡不住我军渡江的 然后呢所有国军的这个部署兵力 各方面全部都秀给张志忠看 张志忠大惊失色说 哎呀你们的情报怎么做得这么完整啊 结果呢周恩来说我还可以给您看点东西 什么东西呢 就是其实很多国军将领已经通共了 已经这些相关的这些电报联系都有了 因为张志忠说哎那怎么办呢 好之后来说啊既然给您看了这些东西 我们呢就有请各位先生 留在这里的准备了 意思就是说你们不用回去了 因为已经看到我们的机密嘛 而且好那这个张志忠 最后呢就带领了整个代表团 好直接谈着谈着 不回南京了直接投共了 真的哦 直接投共了 所以共产党的投降主义 已经漫延了几十年了 所以国民党 国民党知道 跟共产党只要一谈 一接触马上传染 是共产党传染国民党 不是国民党传染共产党 病毒感染性蛮强 是是是是这个单向传播 所以呢蒋中正那时候就强调 那表示国民党被渗透的很厉害 对 那张志忠搞不好也是被虎的 但张志忠一定也有一些情报 情之认为 这个事实上距离国民党的 当时的军力现状是非常贴切的 其实他心里面本来 是不是对蒋中正这么忠诚 也是很有问题 但是呢这个其实 几十年前的往事 映照到后来 我们就发现历史常常是在重复的 对 那么蒋中正知道 供这个东西有毒 所以呢刚才就讲 民间绝对不能听到供这个字 然后呢 这个官方 他就强调说汉贼不两立 这个肥我不并存 对 这点是非常强调的 然后呢到了蒋经国时代 因为蒋经国自己曾经加入过苏联共产党 知道这个供的厉害 所以呢当时这个中共开始强调和平统一 欢迎这个台湾在海外的人 回去走走看看 这个时候呢蒋经国强调就是不接触 不谈判 不妥协 最重要就是不接触 为什么不接触呢 因为这个就像病毒一样 你这个一接触 不是你会医好它 而是你会被它传染 所以就像现在那个武汉肺炎一样 大家隔离一下比较好 一定要隔离 当时他也没有跟你讨论说 我们要用什么样的论述去跟他谈 还是说我们台湾有自由民主的优势 总统不用 直接隔离 直接隔离 所以那个时候 不要讲脱中入媒 根本中这个是完全不考虑 所以那时候呢 中国大陆称为什么 匪区 中国大陆货呢 匪货 所以非常严格的限制 这些都是我们在台湾历史都很清楚 所以呢 那个时代 那我理由 那蒋经国晚年 为什么有了截然不同的转变 就蒋经国晚年包容了反对党 然后呢 也某种程度本来不接触的 也让他的这一些很多人 至少当年的很多蒋经国的信徒 都去接触了 为什么 因为啊 邓小平1979年搞改革开放 改革开放之后呢 加上邓小平连美制苏 美国呢 想要连中制苏 所以中共的地位一下子提高起来了 中共经济地位起来 外交地位起来 那么蒋经国一想 中华民国那时候在国际间 已经退出联合国了 邦交不断的失去 客观力量上很难跟这个中共对抗 美国呢 态度又转变了 我们常讲 这个中共以前 像刚才民间兄弟 每次总统选举对台武嚇 其实当时的武嚇 为什么后来会越来越没有作用 因为1992年的时候 美国卖台湾F16 撕毁817公报 从此之后台湾的国防 被美国开始提升起来 这个才有这个对抗武嚇的本钱 不然台湾的军事 如果还是像过去那样的话 那武嚇真的会让台湾人会害怕的 那蒋经国想到说 哎呀 中共实力越来越起来了 对海外华人 对台湾内部的这些 跟着他国民党的人 会不会重新又有吸引力 那一有吸引力 一被吸就被他拉过去 所以唯一的方法就是台湾民主化 用民主呢 争取美国国内对于民主支持的认同 然后呢 用民主化让台湾人掌握权力 你自己当家做主 才能对抗中共的一国两制 因为你一国两制的话呢 这个条件听起来很好 可是台湾人自己当家做主 自己有民主 自己可以决定自己领导人 那你中共再好 也不可能比这个还好啊 所以这一点是蒋经国挽救台湾 最后也是认明说 一直到了2020年1月11号 都被证明这是最有效 也是唯一的方法 这个张老师 刚刚明老师特别讲到 但是这个老强当年面对823炮战的时候 恐怕是有很大的亡国感 那那个时候是美军的这一个 零零总统的战略 影响了台海的军事的冲突 是的 这个有人说民进党在卖亡国感 就芒果干了 其实国民党来台湾 中华民国就是一个芒果园 吃不完的芒果 因为这个失去了整个中国大陆 又失去了海南岛 刚才讲又失去了一江山 所以其实那个危机意识 是非常强烈的 所以是芒果园 芒果掉不完 那个时候呢 一江山被中共打下去之后 当时美国惊讶到 中国居然已经有了 三期进攻作战的实力 所以说希望中华民国 把这个一江山 把这个大陈岛 一江山以外的大陈岛 其他的岛上的军民全部撤退 以免被中共拿下来之后 对这个事情影响很大 美国那时候呢 派了七十几艘军舰 团团把这个 这个大陈列岛包围 让中共根本没有办法进来 来的航母 前前后后 就有七艘之多 可以说是完全靠这个美国的力量 挡住了这个中共的进攻 后来八十三炮战爆发之后 运捕金门一时成了难题 美国呢 一开始发现了 国军很难直接运捕金门 只能靠飞机空投 那飞机空投需要降落伞 美军把整个东亚所有美国驻军的 所有降落伞 除了一小部分战略存量之后 全部拿到台湾来 真的啊 对让我们这个 有办法从空中空投 米啊 面啊 然后中秋节 到了通头月饼 这个通通都是美国提供的 然后呢 美国为了八十三炮战 也出动了七艘航母 团团把金门包围住 就是让毛泽东绝对没有办法 有拿下金门的任何一丝可能 然后呢 美军大量的进驻台湾 后来呢 这个美国知道 中共开始在研发核子弹了 于是呢 他就像刚才明老师讲的 就把原子弹也放到台湾来了 那他放原子弹的基地 主要是在台南 这个除了战斗轰炸机 F-100战斗轰炸机 可以携带原子弹之外 另外一种就是屠牛式飞弹 它是可以携带这个核子原子弹头的 就可以打到中国大陆 那个时候呢 来了非常非常多的美军 跟美国的技术人员 还有中央情报局 这些人非常多 甚至连呢 当时有一个美国海军陆战队员 也来过台湾服役 后来呢 他把甘乃滴打死了 这个人也来过台湾服役 他在当陆战队员的时候 也来过台湾 那时候来过台湾的美军 是非常多的 然后呢 美军来到台湾很多 他们在台湾要干嘛呢 就吃西餐 这个吃西餐呢 所以呢 当时在台南 因为屠牛式飞弹进驻了 来了很多 除了军人之外 还有很多原子武器的专家 所以就有一个传说 就是因为来了非常多的美军 尤其是平民 他们平常在外面吃饭 他不吃军粮 那么就这个他们很爱 就是美国人吃鸡肉 所以台南的鸡的 这个消耗量大增 那鸡的消耗量大增 那美国人只吃鸡胸肉 鸡的内脏是不吃的 所以呢 就有人就专门开了西餐厅 做美国人的生意 结果呢 留下了大量的鸡内脏 这个美国人不吃 于是呢 但是我们台湾吃啊 于是就把它非无利用 把它剁一剁 剁得很细之后 把它填在这个法式吐司里面 然后呢 变成一个非常好吃的料理 结果美国人呢 也不知道这是什么 就知道是chicken 但是不知道 但是他们不吃的鸡内脏 就把它吃下去了 那最后呢 这个就是一个台湾 非常有名的小吃 叫棺材板 棺材板真的来的 由来 这个是据说代表当时 美国人在台湾的数量之多 影响之大 然后呢 后来这个越战爆发了 而且美军那个时候 应该是比较有消费能力的 非常有消费能力 因为他拿的是美元嘛 那那个时候 美金的汇率是非常好的嘛 所以那个时候台湾人喝可乐 然后呢 这个也是美军带来的 还有很多人呢 这个捡美军来台湾 打的高尔夫球 对 通通都是这个环绕着美军 对这个台湾的经济的发展 当然还有很多 比如后来越战爆发了 美军来台湾休假的更多了 所以呢 这个美国在越战中打坏的军车 很多也送到台湾来修理 飞机呢 有些故障 也送到台湾来修理 所以像现在这个 所以美军来台湾不错啊 对 然后呢 就是说一方面 这个镇压解放军 就是镇压 你知道这个过年时期 有些人赢财神炎 拿财神 镇财神 然后农历鬼月的时候 台湾人很多 很贴那个 某一些服嘛 那这个阻挡好兄弟嘛 对不对 所以美军来台湾的话 第一个镇压 镇压解放军 第二个消费 吃进内需 所以美军对台湾来讲 第一财神 第二门神 第三玉皇大帝 就是约束你中国 台湾两边不可以扑打 然后呢 美军来台湾休假很多 所以又盖很多什么东西 观光饭店 对 盖很多观光饭店 那时候呢 有一位人士叫蔡杰生 就是有很多土地 他就盖观光饭店 所以蔡杰生也发了美军财 发美军财 所以那个天母 有一阵子很多美军 美桥俱乐部 美军出路 那很多台湾人的低筒金 都是做美军生意 修车 修车 就刚刚讲的嘛 对 美军有消费能力嘛 对不对 所以光做美军生意 就可以发大财 然后我们的一方面来讲 政府接收美元 这个国军呢 接受美元 然后民间呢 这个就帮美军服务 我想这个在东亚 日本韩国 东南亚 几乎各国都是靠美军当门神 当财神 这个是非常正常的 然后后来美国在越南 这个派B-52轰炸机去轰炸 那个轰炸机有些受伤了之后 他没有办法直接飞回关岛 那他中间要有个地方可以降落 所以呢 美军就说台湾可不可以修建一个够好的基地 可以让这个B-52轰炸机降落 这个必要的时候呢 是不是也可以对中国大陆实施战略攻击 这个也是有这个潜力的 于是呢 就在今天的台中 这个画了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区域 让这个美军呢 扩建这个B-52战略轰炸机的基地 所以呢 现在东亚呢 台湾还有一个 那个基地就清泉 就是清泉 4000公尺的跑道 这个是直接美军 最大的战略运输机 C-5A 当时都是降过 都可以降落 然后这个B-52轰炸机 这些东西都可以降落 但是呢 美国在台湾呢 B-52既然降落 有没有让B-52可以使用的原子弹 后来美国呢 就保持一个比较模糊的态度 宁可让你信其有 就是保持美国对台湾 一门神 二财神 三玉皇大帝 这三个的地位 这也是一种统战嘛 也是一种统战跟心理战 好我们稍后再回来 这也是一种统战跟心理战